金鸿年投资 买金融股又定存七八倍 金鸿年开红盘 证券公司特别请来财神爷 散财同志为股民添财运 不过投资还是要做功课 听听专家怎么说 统一证券董作离方国 来为股民指点迷津咯 我们觉得这个十年线 这个位置大概7880点这个地方 基本上是一个强力的支撑 那我们看到外资 事实上还是持续的买超 而且在期货这边付的多 大概有两万三千口以上 那我想说对台股来讲 这都是一个有利的支撑 那加上国安基金也还没有退场 我想这个对台股来讲 逢低承接基本上都是一个 不错的这个操作的投资的策略 另外第一金周一也举行 新春祈福团败 董事长蔡沁年为自家股价报区 说第一金获利稳健 就算股价跌下来 长期投资殖利率还是比定存好 像我们的EPS这样 跌下来我让你就去当快乐的股东 每年去拿 就去拿 比定存好给我七倍八倍 为什么一定要去追求那种价差 我比定存要稳定 然后比定存赚得多 股价下来你就买 当你买了以后股价就不会跌 听起来怪怪的 应该是公司派去买才不会跌吧 东新闻综合报导 未经许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